屏東檢調在今天清晨繽紛三路 大動作的搜索 國民黨屏東縣議長州點論的 住家兼服務處 議長公館還有縣議會來進行搜索 帶回了州點論 還有他的女兒周孟榮要進行約談 出了解跟郭台銘在參選時的 連數案是有關係的 25號清晨六點多 檢調繽紛三路 分別來到州點論 位於屏東新園的住家兼服務處 屏東市議長公館以及縣議會 大動作執行搜索 並且帶回國民黨籍議長州點論 以及女兒國民黨中常委 周孟榮進行約談 儘管屏東地檢署 尚未對外說明搜索原因 但初步了解 應該跟郭台銘參選總統時的 連數案有關 郭台銘五月來到屏東時 還曾經來到議長公館 與州點論碰面爭取支持 根據了解屏東地檢署 是在十月時接獲勤資 潮州有人涉嫌以兩百元 不等價格買個資幫連數 局限逮捕三名嫌犯 生涯獲准 後續案情開始向上延燒 除了潮州政長周品權 也遭到生涯獲准 這次針對週點論的搜索 也懷疑跟這起案件有關 但事實上二十四號晚間 侯康佩在東港的造勢晚會上 週點論也公開表態 站台立挺 我們不能前進 我們前進 他要上延營就說不定 所以我們不能前進 要來跟我們支持說不定 我告訴你爸爸我自己也沒有 好 周點論至此時提到 原本挺郭的他 是因為郭台銘表示要團結 讓他決定立挺藍營出現的侯康佩 如今傳出遭到檢調搜索 也替屏東政壇投下震撼蛋 記者李安萍萍都報導